齐国虽然在长寿打了一次败仗,但是这并没有影响齐皇宫后来的霸主地位 过了十多年,北方的燕国派使者来讨救兵,说燕国被附近的一个部落山戎侵犯,打了败仗 齐皇宫便决定亲自率领大军去救燕国 公元前663年,齐国大军到了燕国,山戎已经抢了一批百姓和财宝逃了回去 齐国和燕国的军队联合起来一直向北追赶,没想到他们被敌人引进了一个米谷 那米谷就像大海一样,没边没际,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路 还是管仲集中生智,他对齐皇宫说,马也许能认得路,不如找几匹当地的老马,让他们在前面走,也许能够走出这个地方 齐皇宫叫人挑了几匹老马,让他们领路,这几匹老马果然领着人们走出了米谷 齐皇宫帮助燕国打败山戎之后,刑国也遭到了另一个部落敌人的侵犯 齐皇宫又带着人马去赶跑了敌人,帮助刑国重铸了城墙 接着敌人又侵犯魏国,齐皇宫帮助魏国在黄河南岸重建都城 就因为这几件事情,齐皇宫的威望就提高了 只有南方的楚国不但不服齐国,还跟齐国对立起来,要跟齐国比个高低 齐国在中国南部,向来不和中原诸侯来往 那时候,中原诸侯把楚国当作蛮子看待 但是,楚国人开垦,南方的土地逐步收服了附近的一些部落,慢慢的变成了大国 后来,干脆自称楚王,不把周朝的天子放在眼里 公元前656年,齐皇宫约会了宋、鲁、陈、魏、郑、曹、许七国军队联合进攻楚国 楚城王得知消息,也集合了人马准备抵抗 他派了使者去见齐皇宫,说 我们大王叫我来请问,齐国在北面,楚国在南面,两国素不往来 真叫做风牛马不相及 为什么你们的兵马要跑到这里来呢 管仲则问说 我们两国虽然相隔很远,但都是周天子方的 当初齐国太公受风的时候,曾经接受过一个命令 谁要是不服从天子,齐国有权征讨 你们楚国本来每年要向天子进攻包毛 为什么现在不进贡呢 使者说 没进攻包毛,这是我们的不是 以后一定进攻 使者走后,齐国和诸侯联军又拔营前进 一直到达昭绍 楚城王又派屈丸去探问 齐皇宫为了显示自己的军威 请屈丸一起坐上车去看中原来的各路兵马 屈丸一看,果然均荣其整,兵强马壮 齐皇宫趾高气昂地对屈丸说 你瞧瞧,这么强大的兵马,谁能够抵挡得了呢 屈丸淡淡地笑了笑,说 君侯协助天子,讲道义 辅助弱小,人家才钦佩你 要是光平武力的话 那么,咱们国力虽不强 但是用方城做城墙,用汉水做壕沟 您就是带再多的人马来,也未必能够打得进去 齐皇宫听屈丸说得挺强硬 估计也未必能够轻易打败楚国 而且,楚国既然已经承认了错误 答应进贡包毛,也算有了面子 就这样,中原的八国诸侯和楚国一起在昭少订立了盟约 各自回国去了 后来,周王室发生纠纷 齐皇宫又帮助太子姬政巩固了地位 太子即位后便是周襄王 周襄王为了报答齐皇宫 特地派使者把祭祀太庙的祭肉送给了齐皇宫 算是一份厚礼 齐皇宫趁此机会又在宋国的魁丘 会和诸侯招待天子使者 并且订立了一个盟约 主要内容是修水利,防水患 不准把邻国作为水坑 邻国有灾荒来买粮食不应该禁止 凡是同盟的诸侯在订立盟约之后都要友好相待 这是齐皇宫最后一次会和诸侯 像这样大的会和一共有许多次 历史上称作九和诸侯 公元前645年,管仲病死 过了两年,齐皇宫也去世了 齐皇宫一死,他的五个儿子争夺军位 齐国发生了内乱 公子赵逃到了宋国 齐国的霸主地位也就此结束了 因此是在订阅中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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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